佛光山的红发社日前办理讲座分享 离请到曾经荣获台湾十大杰出 街头艺人的魔术师刘又成 这一次他不变魔术 而是分享他徒步旅游的故事 要勉励大家勇敢追梦 我在30岁的那里呢 而且毅然而然而居然的 想要去澳洲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很大 我想出去看看 说起自己放下生活 支撑到澳洲打工的过程 他是曾获台湾十大杰出 街头艺人的魔术师刘又成 除了会变戏法也热爱旅行 在阴错阳差下挑战徒步旅游 从墨尔本到雪梨 再从上海到西藏 刘又成透过双脚看世界 这次来到佛王山拱法社演说 分享在徒步挑战中的点点滴滴 激励人心 想就要去做 或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只要没有跨出去 没有走出去 这些问题一直都在 走出去的这些问题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去找想方法来解决 不怕困难 一切都要做了才知道 在徒步旅行中历经困境 却也看见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免利大众勇敢追梦 坚持自我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位是台北苗栗综合报导